在俄罗斯入侵之前和袭击两个多月后拍摄的无人机镜头显示了 经过数周的围攻和炮击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破坏范围 4月19日公布的图片显示 阿佐夫斯塔尔钢铁厂冒出大量浓烟 这是俄罗斯军队与保卫该市的乌克兰军队展开激战的场景 这段由马里乌波尔市议会发布的视频显示 工厂遭到大规模破坏 其中包括建筑物 高炉和铁轨 4月15日拍摄的单独无人机视频也显示了受损的钢铁厂 4月份拍摄的被毁坏的马里乌波尔剧院的其他镜头 显示了这座港口城市中心 被俄罗斯空袭掏空的建筑物周边地区和烧焦的公寓大楼残骸的破坏程度 5月11日至12日的最新镜头显示 该市住宅区的公寓楼被毁和严重损坏 中文字幕臨 杨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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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